好运动棒球训练中心举办职棒选手公益回馈列车活动 特别前往大风国小与少棒队进行交流 除了有国家级教练指导学生 更邀请富邦汉将球员王振塔与少棒队分享自己的练球经验 为了推广棒球运动 好运动棒球训练中心举办职业棒球选手公益回馈列车活动 特别来到大风国小与大风少棒队进行交流 除了有国家级教练团队指导学生各种打球技巧 更邀请职棒选手富邦汉将的王振塔与大风上棒队分享自己的练球及比赛经验 有时候犹豫自己要做些什么东西 有时候要尝试什么新的会不敢尝试 因为我之前小时候也是这样过来 然后我希望给他们就是更正确的观念 然后从小时候开始做起 让这种连贯性连续动作可以到他打职棒还是到成棒这样 我希望把原本不好的动作全部改掉 把对自己比较好有帮助的学起来 用在以后国中高中的地方上 有专业级的教练及职棒选手前来指导学生投球与打击 大风哨棒队的小选手们都把握机会学习 大风国小校长江梦又表示 大风哨棒队近年来不断缔造家机 选手们也很努力提升实力 期盼通过这次的交流活动 能够为孩子们奠定成长目标 让球技更上一层楼 好运动棒球训练中心指出 中心一直积极推广棒球运动 也期待借由资源分享 培育更多优秀的年轻选手 发挥他们的潜能与实力 大风国小有自己的棒球队 而且今年的成绩也做打得不错 我们希望透过专业的国家教练 能给予他们一些 在平常上可能没有接触到的一些 特别的一些指导 那这是我们推广棒球的一个初衷 台湾的棒球人口越来越多 好运动棒球训练中心希望 透过公益回馈列车 将基础棒球培训向向加根 带动棒球运动风气 记者陈平正门奇心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